《必需品》 其實我覺得有些公司是很抗通脹的 但它又沒有反映出來 因為裏面也有些公司是比通脹夾到的盈利 所以就要 你說因為抗通脹而比較大 抗通脹比如你說Pepsi 可可樂也說 可可樂也說會加錢 加價 三年來首試加價 所以這些公司有加價能力 就絕對是在通脹裏面的受益者 所以絕對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一類型的公司 在通脹的情況下 另外那些連鎖超市 其實都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對 譬如Kroger這間我自己覺得都不錯 就是它全美大二大超市 然後其實它去年疫情的數字 其實都追到Costco和Wallmark 所以然後它的估值都比較低 現在都是15倍以下 巴菲特也有賣的 所以反過來就是它又交到數 又便宜 通脹其實CIO都說 大概3-4%的通脹是他們公司最好的一個盈利 所以其實你看到通脹如果大家都覺得下不來的話 那麼這間公司的估值也會比較低 所以可以去參考一下 為什麼中間那一刻你會說是消費者寵意 就是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喜歡 因為我覺得師傅寵意就是 因為剛剛說過 可可樂和P&G這些比較防守性高 但是如果經濟 大家對經濟的復甦 看法是正面的 但又未去到是很厲害的 所以中間這些公司 例如Home Depot、Best Buy這些都是一些不錯的公司 給大家去看看 例如Best Buy也是15倍以下 然後它都交到數 然後大家都猜 如果它的網絡銷售 如果下半年都做得好 其實大家花錢的話 你買電子產品 都是透過它 電子產品都會找它 所以這些就是覺得 如果失業率又低 經濟又復甦 其實這些公司都是會受益的 建築相關的話 我有一點點憂慮 始終美國的樓市都已經去到 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還有看到之前有一些調查 你買的那些 家居相關的消費 已經去到一個覺得 有一點點卻步的位置 也要買舊 你不會買三個電鑽 你買一個最漂亮的 即是Home Depot 我又覺得有一半一半 就是有一點猶疑 或者我這樣看 如果美國來說 其實都很看新屋銷售的數字 其實新屋銷售的數字 這段時間都不錯 都一直有 還有美國很搞笑的是 如果你裝修 其實它不會是一個兩個月的事 是一個差不多半年至一年的事 所以反過來 你交收了一間屋之後 起碼要半年至一年 你才可以裝修完 然後去入屋 然後搞定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整個系列沒有太快完 另外還有一些復甦概念 我也明白了 迪士尼今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這些就是駁過經濟重啟 再走得更加急的 這些就是進取營選擇 進取營選擇 迪士尼有趣的是 其實你們可能都覺得 其實它上次疫情時 很多公園不可以很正常地營業 那你就覺得 可能它會不會輸錢輸得很厲害 其實我看回財報又沒有 就是財表上面 特別是現金流 其實它是正數的 它營業的生意其實有現金回來 其實反過來 我有些驚喜 其實你在這麼差的環境下 你也有錢回來 其實它的數字是交到的 那第二就是 其實迪士尼Plus 大家都不要忘記它的增幅 迪士尼Channel 是的 到現在都沒有看到 三百多萬人已經訂閱了 其實這裏對它的收益 或者是利潤來說 應該有很多 這裏都可以抗疫 即這裏主題公園有時候 上去看電影等等 其實都可以 加上主題公園 其實是一個挺大的增幅 最後有一個叫Halls 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實它就是Marriott的美國 就是它會拿著全美國最好的酒店 譬如Marriott Riskalton W 你們數一出最美的鎮 其實在美國是它拿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 都未真的完全去開放旅遊業 或者是很多數字 即是飛機的數字都未去到復甦前 大家去旅行這麼豐勃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下半年經濟好呢 其實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